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官方级的会谈 现在国台办也非常生气 就再呛说 台湾有一些人是大放厥词 态度嚣张 朱凤莲现在态度是越来越加强硬 从第一时间是说 希望赶快公布真相 但是现在是用强烈谴责台方 暴力执法又刻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 应该要尽快的让真相公布出来 惩戒相关的责任人 而且要给予遇难者的家属道歉 其实昨天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生还的渔工的影片 其实让人家也蛮不舍的 你看如果家境很好 如果生活富裕 何必这样子大年初五 还要这样子赶快出海捕鱼呢 所以又遇到这样子不幸的状况 也难怪很多人会觉得说 看着鼻酸看着不舍 所以我们看 蔡英文至今好像都躲起来 对这件事情完全都没有发文 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好像她已经卸任了 520之前你还是台湾总统 不是吗 中华民国总统吗 你怎么现在没有任何的表示 只有叫这个长得跟你很像的管碧铃 一直出来讲话 让大陆人还以为说 这到底是蔡英文还是管碧铃 所以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全州的红十字会 在昨天他们就是拿到了 这个红十字会这边说 是要签这个遣返书 他们觉得说 这是不是有诈 这个是不是如果签下去 就代表说我们跟你们有这个接触 所以他们后来是用拒签的方式来回应 只能向民间组织来想想办法赶快降温一下 目前这个持续升高的对立气势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海巡之友总会 现在也要派员去到全州来慰问一下大陆的渔民家属 那这是由英业达集团的创办人叶国一 他来兼任的中华民国海巡之友总会 那他们现在目前赶紧的派员去全州来慰问这个渔民的家属 那其实我昨天还有看到一段影片 是他们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记者们就是在那边喊说 是不是有给你穿新衣服啊 是不是要讲什么话呀 现在心情怎么样 那样的影片其实也引发大陆很多的网民的生气 就是说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他们会心情怎么样呢 怎么好像觉得说给了几件衣服 你们要一直这样挂在嘴边说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件事情很难善聊 就连昨天这个预冤谈天 这个央视旗下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频道 在YouTube上面 不是在YouTube上面 在微博上面 放了这一段专访的影片 其实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弹幕 反映出来大陆网民的一个愤怒 我们来看看 今天经过12点多 我们就开启出去 到12点50 就看到宝机开起来了 就冲动我们的船开起来了 我们自己船什么可能翻掉 他几张万也转不翻不掉 要撞回才会翻掉了 冲一下我们顶翻掉了 我们就转到水里面逃出来 四个人自己两个上岸 我们两边就愚民打人 我们对他怎么样 他们以前当我们在外面 我们对他们很好 这次他对我们这样太失望 好 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 大家看完这段影片 不觉得都听得懂吗 所以其实第一时间 蔡英文在那边跟你讲说 什么证据分散 或者是说有口音听不懂 这件事情连台湾很多的 一些观众朋友 或者是民众听完这段影片 都说奇怪 为什么我们都听得懂 那你当时第一时间 是在糊弄大家什么呢 那时候是在讲说 训问鸡同鸭 讲不会啊 就算有个腔调 我们都还是听得懂啊 都是中文啊 怎么何来听不懂之说呢 然后还讲说什么 导致讯问进度缓慢啊 鸡同鸭 讲办案人员相当头痛 那为什么我们一般民众 全部都听得懂 全部都没有感觉到 有任何的头痛之说 那所以难怪了嘛 我们再来看到 刚刚讲的弹幕上面 还有些字眼 因为实在是太激烈了 我们有一些马赛克处理 现在大家都是讲说 血在血长 这怎么能够忍下去 不要说大陆民众了 其实很多台湾民众 看了也会觉得说 这个如果真的是有执法过当 应该要好好妥善来处理 而不是说用这样子的一种摆烂的方式 然后导致让两岸民众的这种情感上面 真的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那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群情激愤 过去我们台湾不也是吗 遇到了广大型号 这个渔船在公海 遭到扫射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也对菲律宾很生气啊 那时候 这个后来这个扫射致死的八人 那也是都有判处重刑 然后我们也是要这个菲律宾 给我们一个答案嘛 还有这个继德舰 加上这个F-16战机 当时这个广大星号的时候 我们还特别去到出世的海域军演 来展示军力 我们也都会生气的 任何人都不希望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为什么在这样子反过来 这个换位思考的时候 我们突然又换了一个嘴脸 这是难道是代表我们官方的一个态度吗 那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卡 就是说没有影片 没有影片 那你如果说 真的像你蔡英文政府所讲的 我们都是这个依法呀 执法得当啊 那你用影片来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 为什么现在会没有影片呢 所以我们看这个中国快艇的翻覆 台湾海巡 昨天称台湾海巡很好 那生还的渔民返国之后 就翻脸改口 就是自由时报又开始在讲这样子的话 他们说没有啊 我们那时候问他们如何 他们就制作了五份笔录 两人都表示说 对于海巡的程序没有意见 人家在这里 人家能说什么呢 所以他当然只能是回到了故乡之后 才能够也许讲出一些他们委屈的话 那我们看海巡人员讲说 两人对于案发时间讲的据细迷遗 但他们被救上来时 没有手表也没有手机 如何记得事发时 感觉是套招啦 所以是不是绿营的媒体又开始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要讲说这个讲的不是真相 所以这真的是很难 事情真的是很难解决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目前疑点非常的多 第一到底有没有碰撞 一开始是讲说隐匿了 隐匿这个碰撞的事情 后来又改口有碰撞 管碧琳在跟你扯什么 他说这种事情不可能隐匿的 我们海巡没有隐匿的动机 然后两天前就已经揭露了 这个案子受到第三责任险的保障 那会有第三责任险 就有碰撞了这个海域上面 跟陆域上面的车祸是一样的 你在跟我们扯什么 我们在跟你讲责任厘清 你们在跟我谈保险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你真的脑子很不清楚 再来有没有录影 海巡这样子的一个快艇 没有配密录器吗 这个我们来看看 其实以前海巡有特别 放一段影片告诉大家 这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任何的这个勤务上面 都会有佩戴完整的配备 比方说他们的徽章 还有他们这个海巡鼠 要秀出来他们的名条 以及这个密录器 是要摆在胸前 当时他们还特别告诉大家 他们有这样子 完整的一个配备 那这一回就奇怪了 这海巡上面这四个人 通通都刚好没有佩戴密录器 这个概率会是多少呢 所有的人通通都没有佩戴密录器 这发任几率会多高呢 然后再者 这是不是应该也是说 这个没有违反几率这件事情 这个刚刚最新的消息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 海巡署有回应 就说为什么没有佩戴密录器 他说这佩戴密录器 不是制式的勤务装备 只要有携带摄影搜证装备 就符合需求 这四人都没有佩戴密录器 但是他们有去领摄影搜证器材 所以没有违反几率 现在这个一推二五六 没事啊 这个没事情没事没事 是这样子说嘛 然后我们看副署长讲 此案没有搜证引录 不会影响责任归属判定 因为有人证跟市政 问题是人证市政 现在就都不聋了呀 那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董哥就讲 他说其实前几天 金门这边就有消息 他大概也知道这个状况 有没有录影录 他判断是有 不可能会没有的嘛 但是不晓得现在到哪里去了 也许是拿出来对自己不利 所以就说没有录影了 那是不是涉嫌延灭证据呢 所以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那兵哥 兵哥怎么看现在这个 不断升温中的态势 这个事情很难善聊了 因为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你现在叫民进党低头认错 你觉得他可能吗 我是认为不可能 那问题是 民进党越是这样的态度 你觉得大陆这边 有办法退回去吗 当做这件事没发生吗 恐怕也很难 大家也都看到 不只是那个弹幕 其实前两天你还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有在想办法 不希望这个事情升温太高 所以他希望控制一下 就是网路上言论不要太离谱 可是这两天已经控制不住了 整个网路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任何只要谈这件事情 就有一堆人 上去留一些激烈的言辞 所以中国大陆这边 如果不做出一些态度的话 他们自己大概也被骂翻了 所以你以为只有台湾有压力吗 他们也是有压力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双方都不能退让了之后 接下来我看就很难善聊 我认为中国大陆接下来 就会开始动作 包括金门 包括马祖甚至澎湖 他们都可能会 例行性的常态巡检 那请问一下 我们的对策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疑点其实不止两点 这疑点一大堆 因为你说真的 你管壁邻居跟我讲说 我当初有在脸书写第三人责任写 就已经等于告诉你有碰撞 请问一下 碰撞比较简单 还是写第三人责任写比较简单 两个字不写 要去写六个字 这什么意思 你是人话你不会讲吗 碰撞很难写吗 你不会写这两个字吗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碰撞就好了 为什么要用这种拐弯抹角的说法 这根本就是掩饰 第三人责任写一定是你碰到 一定是你碰到这一艘大陆船 你搞不好回来的时候 碰到岩石的触礁 谁知道 那也是第三人责任写 你搞不好回来靠岸的时候 碰到码头 也是第三人责任写 谁规定一定是那艘船的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鬼扯 这种根本没办法说服别人的 然后没有录影的事情 大家都讲得很清楚了 一定要录影的 这是我们的标准的SOP 然后现在 SOP改来 你们最新这个消息 海巡署的意思是怎么样 只要有领器材就可以 不一定要开 他才告诉你就是这件事 所以你器材只要有领就够了 那太简单了嘛 那以后所有 就是勤务的时候 我们就把器材领了 可是我要做什么事你管不着 是这意思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拜托这位长官 你要不要回放一下 看看你自己讲的是不是人话 这些你的 这些部署 这些海巡的弟兄 领了器材 结果不使用 那跟违反SOP的意义 不一样吗 有差别吗 你要不要去想一想看 这中间到底什么意思 然后更糟糕的就是 一开始 你们没有跟我们讲 没有影像 你们一开始 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当时记不记得 管病人还说不变透漏 不是这样啊 如果根本没有 你就讲没有就好了 为什么要讲不变透漏 什么意思 然后隔了一个多礼拜 才告诉我没有 然后现在全部被打脸 统统被打脸 还有现在他们又要 带另外一个风向说 这是走私船啊 他们就是犯法 就是越界啊 所以撞他们活该啊 就算他们是真的走私船 你也不可以 伟立执法 伟立执法你一样有行责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请教一下 现在我们船都已经捞上来了 你人都抓到 船都捞上来 也有人死了嘛 请问一下 现在证明他们是走私的 船的证据在哪里 没看到 走私总要有个东西吧 不然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怎么能够说人家走私呢 他在那边晃一下 你也说他是走私吗 你们自己带了整飞机的烟 回来都说是超买 现在你凭什么说人家是走私 你总要有个证据 上面有几条烟啊 或是有手表啊 或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不然你指控人家走私的 理由是什么 证据在哪里 其实现在很简单 没有录像没有关系 船碰撞 总会有碰撞痕迹吧 对 碰撞痕迹可以鉴定吧 鉴定结果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是不是 碰撞让这个船翻覆 还是其他理由 让这个船翻覆吧 我们有科学的工具 可以让我们还原真相 现在如果你不把真相还原 而且老老实的还原 不偏颇的还原的话 我说真的 这件事情我看恐怕会越来越大 而且现在显然 我们是理亏的一方 很多人在那边骂啊 说你怎么可能去挺中国大陆的 为什么不挺我们自己的海巡弟兄 这样以后人家为什么要帮你卖命 抱歉 我们是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如果不讲法治 讲的是民粹的话 那你根本不够资格生存在法治国家 对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如果不当执法的话 那就请就是把这件事情公开来 而且要认错 我们来问一下淑慧 其实我觉得这两天 我被海巡署一直打脸 我被我们自己国家的行政单位打脸 我很难过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时间我跟全国很多民众一样 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支持我们自己的海巡署 支持他执法 而且相信他的执法 相信他说是大陆渔船 自己因为蛇行高速 然后翻覆的 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 这是海巡署告诉我们的 管闭林说没有啦 是记者没有来查证 错 不只是海巡署这样告诉我们 郑文燦也这样告诉我们 郑文燦到民进党中场会报告 报告完会后由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吴施瑶对位转述的时候 他说什么 是因为大陆的渔船自身快速高速造成遗憾事件 他说这是郑文燦提的 所以你们从头到尾都说 是他开太快啦 还有蛇行翻覆 我们就相信了 那结果后来现在才证明说有碰撞 那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知道公务员只要遇到三件事情 我们就GG了 公务员就GG了 第一个执法过当 有没有什么叫执法过当 比如说你看那台机车 他违规红灯右转 结果警车去追他还撞他 撞到那个机车急事 离蠢翻倒然后车祸身亡 请问一下大家会觉得是警察队 还是那个机车骑士 谁叫你红灯右转 这个就叫做执法过当 你如果觉得他是违法捕捞越界 你要么把他赶走 通常不是就是把他赶走 赶赶赶赶赶赶 像上一次的半行事件 奔到人家走 好那你去撞他 你为什么要撞他 你为什么要沿路追他撞他呢 就是有没有执法过当的问题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说谎被抓到 公务员只要遇到这件事情就GG了 你说谎 然后你之后没几天 你就被发现说你说谎 之前说是他自己蛇行 结果现在证实有碰撞 这个就差很多了 他自己在那边自己翻腹 跟我去碰他 导致他在海上翻船 那这很明显就是说谎 怎么会没有隐匿呢 郑文燦还协助隐匿 这是第二件事情 就会让他们GG 第三件事情是 没有证据 为什么我们警察执法都要有密录器 保障当事人两方 也要保障警察 第一个他真的有违法 第二个我是合法的执法 你今天没有密录器 没有影像 那谁说了算 人家是已经有人命伤亡了 所以你这三件事情都出状况了 你当然GG了 当年广大信号这件事情 菲律宾警方海警 射杀我们的渔民 大家可能不知道 当时的杜特蒂 他还是纳毛市的市长 他正准备要选总统 他还为了这件事情 自己打电话到台北市 跟郝龙斌市长道歉 因为我们没有邦交 所以他是打到首都 来跟郝龙斌市长道歉 表达他对于菲律宾警方 执法过当的这个歉意 那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调查 真的是我们执法过当 那民进党政府 你有没有这个格局跟雅亮 跟人家道歉 好 来请教永平姐 现在看不出来 民进党政府 有什么格局跟雅亮 因为他们向来不是 以格局跟雅亮 处称的政府 而是以狡诈跟说谎诚信 比较是符合民众的印象 那更何况 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 现在操作这个事件 他到今天22号 我们现在在讨论 他今天又开了记者会 还是一样要把责任说 就是这个渔船 他在那边看到他们来 就逃逸 就蛇行 那他只是说 因为看到他们 好像行机诡异 然后去碰 才去撞到 意思说穿了还是这样 那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又没有密录器 又没有影片 能够自清的情况下 不是就变成自说自话吗 那再加上民进党 大家不要忘了 他们其实整个执政之所以 可以相当的阿 很多的问题都被他们掩盖 就是因为他们掌控媒体 绿色媒体 而且能够在关键的时候 都出来带风向 那我们也看到了自由时报 就很适时的 这时候又带风向了 就是刚才 我们这个图卡里面讲的 他说 为什么这两名渔工 在台湾 接受检方征讯的时候 讲说 这个都没有意见 然后一回到大陆 就去改口 那开玩笑 他在台湾的时候 他第一个 他不晓得 你为什么要撞我们 然后第二个 他在台湾 他说不定会被 真的栽赃为是走私 如果他没有走私的话 那他当然觉得 他很害怕 在这里变成人质 他当然希望 我要赶快回家 所以在这个时候 赶快配合 你要回到我家 才讲真话 这是正常的 可是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因为他想要自己逃脱 可能执法过当的责任 不惜说谎 不惜扯烂物 又要叫他的媒体 出来带风向 这样的后果呢 是急速恶化的两岸关系 而变得我们全台湾的人民 都要承担 可能会带来的恶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